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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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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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就是商业环境的部分 商业环境的占比比较小 不过因为要放大看 我们面临于中央主办公司错误出器 所为更产的判位 missed-kindêtre popular 就是在商业环境上面也必须要去考量的 所以这是在新旧版上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范围上面的一个差异 那以考试题目的一个提醒来看呢 我们在以前旧版它是考量200题 然后全部都是单选题 所以这个部分在新版其实它有改变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全部虽然考题减少了20题 从考题数是有180题 那可是它的题型就变得非常的多元 而且都是情境题 然后跟我们的食物情境都是相结合的 那所以它除了单选题以外 它还会有复选题 那复选题的话通常那就是五选二或者是五选三 不过大部分都是五选二 大概五选三那只有一两题这样子 那而且它会很清楚告诉你说 这个题目它是要你选两个答案 还是要选三个答案 那你如果做答上面有少的话 它还会很贴心的 贴心你说你有少选或者你有多选 那你是没办法到下一题 所以这个复选的部分也还好 那填充题的话其实跟选题是一模一样的 基本上它我这次碰到就是只有出了一题 那跟选是一样的 那连连看就蛮多的 大概考了有十几题将近二十题 那在连连看的部分 就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去了解 它的这个情境所应用到的一些连结 包含说像我们的冲突管理 我们的风险的那个负面风险的方法 怎么去面应 那这边的话它就是会有 都是在情境上面会有描述 然后让你去做这个连结和对应 这样子 那这是在题型上面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不一样 然后第三个呢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整体的考试时间 原先我们在旧版的部分 200题它是总是数是240分钟 那它其实是分两阶段 一个阶段是90题 然后中间休息10分钟 然后在第二阶段是110题 那一样你就是中间的一个休息之后 你是不能再回过头再去改答案的 那在听版的部分 它比较人性化 就是觉得它这边改成三个阶段 还蛮好的 那现在是总分是 总计是有230分钟 然后要做完180题 那它的三段是就是每60题 中间有个休息10分钟 所以就是60-60 那中间因为它现在的考试的 如果这次我参与这个新版 是在巨匠认证中心 那我碰到的状况是跟以前之前两次不一样是 它中间会需要有这个监考人员 它要去帮我们做一些locking系统 因为去年的话 我在我就是皮尔森和民产考试的时候 其实没有这一段 所以这个我不曉得是不是因为它新版 有新的规范 不过所以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 现在考试的话 你中间休息10分钟 至少要预留2分钟 然后让监考人员来帮你落定系统 那这样才不会超过这个10分钟的时间 那这特别特别要请大家留意的成果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那题目的内容来讲的话 以前我们在PMBug的旧版来讲的话 主要都是以必测试 那敏捷虽然我们的培训课程里面也是有cover 但是它真正考试上场的时候 其实敏捷的题目是很少 大概少于大概10级以下 这位处长 那可是在现在新版的部分 其实它就参加了非常多的敏捷的题目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结合了很多像混合式的方法 那不过题目都还蛮仁慈的 蛮仁慈的 它会告诉你很明确的告诉你说 现在我们用的是预测式的管理方法 还是用敏捷式还是用混合式 所以说在这个题目上面基本上 你只要能够掌握就是它提醒上面的一个前提 然后思考的方向 就朝各个这个管理手法里面去做选项的一个选择 那所以在这个题目上面呢 大家就要很留意要小心 基本上还是都是属于 就像我们在内容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讲全部它都是情境提供 然后在新版的部分呢 基本上它都是属于要解决问题型的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 也有非常多的敏捷的题目 然后很多的这个混合式的手法 但是它最后都会问说 看看经理该怎么做 所以说要请大家还是要要记得 我们现在来考的是PMP 所以还是要以这个PMI 这个教育我们的PMI的思维来去做判断 那在旧版的部分 其实题目都偏向知识型的 就是说 那很多像我们ITTO 只要你背的够熟 基本上应该是考试就没有问题 可是这很可惜在新版的部分找不到 因为它已经很少的这种配的 像这个ITTO的这种纯粹只是配的部分的一个 知识型的一个提醒 那大部分都是要靠 就是我们在它题目解析上面 要去留意说 它到底在问什么 然后它的这个题目的重点 关键字是什么 要能够抓得出来 然后用我们PMP的思维去选你的答案 那很多它的答案其实都是 就是四个选项 都是正确答案 那只是就真的要去找一个 在按照它题目的那个情境下 找一个最佳解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新旧版上面 我觉得它差异很大的一个部分 大概先帮大家抓一下这样子 那后面还会有就是大概有一些过程 还有最后在考试中的一些提醒的分析 在后面再跟大家分享 那不瞒各位说 我在这个PMP栽经的路途真的是又崎岖又坎坷 总共历经了八个月的时间才拿到这张证照 不过我觉得过程虽然很艰辛啊 但是也收获满满的 非常非常地珍惜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所以我其实我是在去年的10月18号到11月29号 上我们主一主三的培训课程 上完之后 因为当时就是已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我们到年底 已经就是要改成这个新版 然后就今年的1月1号开始 新考题就是新版的部分 那所以其实我们那班大家都很紧张 然后就想说能在12月之前去年底 大家拼命就是一定要考上 所以当然我也是在大家这个行列里面 那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当时自己的这个专案 面临到就是在系统上限 那非常的紧迫的这个这个时程上面 然后自己又可能太告诉自己了 我其实预约考场的时间是在12月7号 就是刚上完课的一周 前夜一周之后我就去考第一次了 然后第一次考其实感觉上 因为他们都到我们最后拿到 他会有一个考试分析啊 我大概就是差一点点 那所以就是可能差了几题 那我就觉得说那这样我应该在年底 12月底之前 我应该还有机会 我可以再拼一下 然后避免说 又要这个考题要改版 所以其实我自己又信心满满的 又去预约了第二次的考试 就是在12月28号这一天 那结果没想到 因为当时我们刚 我自己刚讲 我同时这个专案上线的时间 因为我们就是专案上线后 一个月就要做验手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自己专案上面 非常非常的忙 每天因为我家住新竹 工作地点在台北 所以我等于是台北新竹两头好 那这个工作的这个紧张度 还有这个体力上面的劳累 基本上就是也真的是超过负荷了 所以在第二次的考试又滑铁路 那经过这两次的滑铁路之后 其实对我自己的这个信心度 是非常非常的大减 然后非常的挫折 那还好有长虹这样陪着我 有立修教练的这样子的一个指导 所以我在6月18号 第三次考上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到底要怎么做我怎么做的 不见得是可能对 可是我就是自己的信念是 就是轻能捕捉 因为我觉得我在第一次考试的时候 因为刚起业 那因为平常基本上 我准备的方式是时间实在是很短 因为刚提到我通勤回到家 大概都知道最早要9点以后了 所以我每天在家里能够念书的时间 非常非常有限很少 所以我只能靠着我通勤的这个零岁的时间 然后靠大悲咒 所以当时就是一直听我们孙达夫老师的这个大悲咒 从一路陪我到现在这样子 就是靠着大悲咒的这样子的一个统整概念 基本上我觉得我这样听起来应该有大概有超过百次了吧 现在对大悲咒已经都能够这个倒背如流了 那这过程当中基本上刚提到出了我专案上面的忙碌之外 那其实体力也是经过了一场大病 所以其实我两次考试 在考试当下的这个身体状况都非常的长 每次考考大概10分钟开始头就痛 然后头痛就没有办法好好思考 所以说坦白讲这两次的滑铁炉也是起来又一次 所以自己就反省 我到底该怎么做 然后该怎么准备 因为后来发现其实我在第一次考试的一周里面 其实我的准备时间坦白讲是不足的 所以其实我的成绩是还没有达到上场的这个水准 因为长孔是要求我们这个200题要到70分 那我这边大概都是只有66分68分 所以我就硬着头皮然后硬上了 之后真的是很多滑铁炉 那后来到了第二次虽然学堂考已经有达到门槛了 然后也很开心的上场了 可是身体管不上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准备 所以变成第二次还是又失败了 所以接下来呢 其实我就自己把我的这个第一个调整的方式 就是做起正常 那尽量绝对不要熬夜 然后我做的一个 等于是我按表操课的一个计划 读书计划 那又把我的笔记重新拿出来 好好的整理 像我们的这个红色资料夹里面 有这个关联组新制图 那我就是搭配我们的章节测验 还有我的错题 然后在这上面去做我的注解 然后做一些统整的一些笔记 包含像流程组的一些概念 然后真正去落实长红心法 Lessence Learning 因为其实这些动作我在第一次第二次 甚至因为当时真的非常棒 根本这些动作完全没有做 所以没有考上其实也是其害羞 所以说经过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反省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在那个我们的一种历年 放了七天假 其实我就休息了两天 跟家人团聚 其他的时间 就全部大块的时间 都拼命的在念书 就是可以我们的这个奖励 长红奖励 还有章节测验等等的 那因为在1月10号的时候 还好长红都安排 让我上了一个新版的培训课程 所以也非常感谢 长红给了这么多的资源 让我可以针对这个新版的部分 就补强了有关敏捷的一些范围 还有像我们在PCO 就是我们新版考试上面的 像他的这个 是考试的规则里面 他的一些Domain 三大Domain 是怎么去运作的 然后那这一块 有一些补充的奖励 所以我就在农历年的时候 K书 那也很信心满满的 想说那我就练完书 赶快我就要上场了 所以其实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就很早就预约了 就是农历年后的2月底 我去上场考试 我没想到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 就身体真的赶不上我的 我赶不上我的计划 所以又大病了一场 然后其实我每个月都想去考试 所以其实我改了非常多次的 这个考试的时间 预约考场从2月底 3月底 4月底到5月中 每个月我都想去考 那后来发现说 可能这样也太行 因为身体还没有赶上来 那所以 早不如让自己好好的放松 然后好好修养身形 那也刚好在4、5月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 就是农历年后 那我刚好有申请到 我们居家的一个探控的方式 所以在这过程中 也曾经蒙地球教练一直的鼓励了 那所以他让我在 这个敏捷补强的这一块呢 鼓励我说 可以去上上5月底的 这个CSM SCRUM的一个 CSM的一个课程 我想想 因为刚好我5月初 老板有交付另外一个新的专案 那这个专案呢 其实就像我们题目里面 常常看到 会讲说 这个我们接到一个 执行到一半的专案 那我这个专案真的就是 而且是已经准备要收尾了 那就是在5月1号的时候 接任这样一个新专案 然后开始去做这个 他们原来的TN呢 它只有跑米节 可是呢 我们的客人呢 他客户这边呢 基本上 他还是是用传统的 这种互补式的方式 所以我自己在ROM的食物上面 就是念临到 要采用混合式的这样的模式 所以刚好 立修教练有 给我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也参加了 这个CSM的养生的培训课程 那也很开心的 在快乐的学习之下 5月24号 就取得了这 第一张国际的证照 CSM 真的超开心的 然后也给自己 非常大的信心 那这样子的一个轻松的一个心情之下 然后再加上 几个月的认真的一个念书啊 还有我的请座笔记 这样子的一个 落实长虹信法的过程 才6月18号 终于让我开心了 所以大概这是整个的一个历程啦 那日常的准备的方式呢 就像我刚提的 因为我会利用这个很多零岁的时间 就是靠大悲咒 以前的旧版 旧版的大悲咒 来陪伴我 然后接下来 因为有敏捷的这个范围 所以我看了非常多 只要有空档 我就随时都会去观看一观 在Scrum和Asia的相关的这些影片 因为常虹这边资源非常丰富哦 那所以有去多多吸收 然后多了解 然后假日的时间 很有大快的时间 可以来做这个读书 所以就按照自己做的这个读书计划 照表操课 那这个范围里面 就跑不出就是有关我们 常虹的PMP的一些讲义 我会再回过头 把我们的那十大领域 不大过程 比起四九识过程还是会去复习 然后最重要是搭配 新版的一些章节测验 然后做License 2这样子 那不懂的地方 就还是会去翻评报 那另外就是总复习讲义 和总生理讲义 以及敏捷的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1月10号的特训班 有提供我们特训的一个敏捷的讲义 然后还有Scrum Guide和Ager Guide 全部我都翻了 然后都念了 然后再来就是新版的 考试的一个范围 那最重要的是 在第三次的准备过程当中 跟第一次第二次 唯一很大的不同 是 低修教育提醒我 然后去看一下 像一个一按通 还有碰同TT 两本其实在前两次考试 是完全没有去碰 都还蛮新的 那后来发现 真的在一按通的这个部分 有很多我们实际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你的这个 比方说你的这个 低修关系人登录表 那你的这个风险登录表 那你的这个风险登录表 它长什么样子 然后它里面有哪一些包含的 那个元素 那这个都是我们 在大悲众里面听到的 可是一直没有办法去做连结 那有了一按通 基本上 哎 马上一目了然 又加深我们的印象的 那光同TT在整理的非常棒 就是很多我们 从这个资料的这个 呈现分析 那这个送集的部分 它都帮我们根本别类 做很多的归纳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 帮助我很多 然后又把所有的这个 等于是我们的 PMP的一些概念统整 然后统整的过程 我会用几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 有关这个新制图 和关联图 然后我自己补充了 自己的一些 SNS文的一些内容 然后还有流程图 包含一些跨流程的这个 这个串接 那除了我们 以前 的部分 老师还有同学 大家都会讲 RIC 就是我们的风险 议题 还有变更 这一块出的题目非常多 大概有三四十题 真的在第一次 第二次考试的时候 它题目真的是蛮多 是环绕在RIC这边 那新版的部分呢 也是有不少的题目 不过比重 都没有那么高 那可是它是一个统整的概念 就是我刚刚讲 可能在看到题目 它 你不能马上第一直觉性的 去做选取的一个 四选一的答案 那应该是要有一个 思路 先去看清楚说 什么样叫风险 发生之前是风险 发生了之后 就叫议题 那如果是议题 就要用议题的方式去处理 那议题 走后续的处理 一个是不处理 一个就是 可能要走变更 才会走到提出变更申请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逻辑概念呢 也是我们在旧版 就是就有一个 很根深蒂固 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新版 可能这个就要放题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核心 我们可以好好掌握 一个跨流程的领域 跨领域的部分 那有助于在做新版题目的时候 有一些判断 那包含像品质管理也是 我们品质管理有QP QA 然后QC 那它的关联是什么 那在我们QBOK 是有一个简图 后来我自己把它的整个 等于是串接 Input Output 还有我们的流程 大概有做一个同准这样子 那我想这样子 让我自己 加上我自己的印象 那另外就是伴仇 和我们的专案章程 和相关的IO 我发现在伴仇管理里面 然后很多它的来源 其实都是要从专程 那专程其实它是所有 就是我们讲的规划的 第一个过程 它的来源 全部都会 有这个专案章程 然后拿到章程之后 然后拿到章程之后 我们后面它就要 或者流到哪里去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一个 IO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部分 我大概做了一下 就是统整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我自己觉得 在几次考试下来 比较会我自己会混淆的 就是像厉害关系人 还有像这个冲突管理 所以就把一些自己观念 要再厉害的 然后我也做了一些比较表 一些共用功能 重点部分 然后说检验 用到哪三个流程 里面会用到我们的检验 就是品质 品质的管制品质 还有我们的管制采购 还有就确认范畴 那它为什么需要做这样子的动作 它的来源依据是什么 那这个部分就是做了一个讨整的一个比较 那在新版的部分 其实考的蛮多 像厉害关系人和沟通的部分 那这一块呢 其实它全部都是情境题 那就是你必须要去很清楚知道说 每一个解决方法 它应用的一个背后的逻辑 然后才有办法去按照它的情境 去选择最佳的一个解决 另外就是针对新版的部分 那因为我觉得新版 因为它三大领域 坦白讲比较没有 我们讲那么强的一个 知识型的一个架构 那所以我就利用ECO 它的整个 它的一个任务说明 还有它的驱动因素 然后做了这个跟旧版PMP 这边的一些对应的连结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我自己 会比较容易能够去理解说 为什么它要在这个定义 这个团队基本上 就是我们的ground rule 那怎么样去跟我们的PMP 这边原来我们说 等于是培训课程当中 我们所学到的 怎么去做它一些连结 那这一块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个 礼教表这样子 那这是日常的准备 那接下来再考前两周呢 就还有立校教练有指导我说 可以好好地做一下章节测验 那也是让自己能够再回过头来 检视然后熟悉这个考题 考试题目的状况 那所以就从章节测验 然后90题测验到180题有解 因为刚刚提到我在前两次考试 基本上分数都不高 那在这一次我是在六月初才开始去做这个 等于是90题和180题 而且在做这个题目之前 坦白讲我并没有像两次花非常多的 每天都在K书这样子 反正是很放松的 然后去罗考 那没想到 诶分数竟然还比先前进步很多 他就让自己大有信心 那可能也是因为我在CSM有取得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证照 那所以对于敏捷的部分呢 就比较能够很快速地去get到 他需要的一个思路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ECO和特训的 这个初次奖励 还有BMP我们的总复习奖励 就是最后就这几本 然后陪着我在这两周的一个准备 然后包含刚刚讲一样通再去翻 然后会跟我们去记等等的 那考前一天呢 很感谢这个立秀杰提醒我 可以去看一下 BMP Success在随堂考上面 有一些最近的 就五月的一个实际考题的一个考情分析 那就是中一五八这边有一个影片 那我就在那边刚好看 看一看 发现真的很多提醒都有出来 那提醒大家不是要去背他的答案 这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他的提醒 然后你的思路该怎么去做考虑 该怎么去思考 那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就前一天晚上就是让自己完全放松 那去做一些像因为我自己家里有电疗 所以就边听咖啡咒 然后让自己能够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考试情境里面 那另外就是最重要的大家要去检查证件 包含护照身份证健保卡 那有些可能他的这个需要双证件的部分 反正我都带着 那天真正他检查其实是只有身份证和护照 那不过我想就是预留 那另外就是自己因为前两次通常头痛 所以我准备了白花油 然后面纸啊外套啊保温瓶啊 还有这个巧克力等等的 然后最重要就是你要熬夜 然后要让自己精神饱满 所以就一样要求在这一两周 两周来考前两周都是生活作息很正常 然后十一点以前睡觉这样子 让自己保持最充沛的体力 然后去上场 所以到正式上场的时候 然后大概我分几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哦 在实际上场那边环境面的部分啊 大家要一到考场考试中心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到 然后不要跑错考场 因为不瞒各位说我第一次考试的时候 我还跑错考场 因为他的那个考试中心的地址 你没有搞清楚 还好是都都在附近 然后因为明传他有两个校区嘛 所以后来是在姬河路 不是在他本校 所以就那时候就会很紧张 所以可能第一次考试也是 因为让心情大受影响 那所以抵达考试中心之后啊 大家赶快先去确认你的洗手间的位置 然后你最好是去走一下 按照你平常的走路的速度 然后看一下你可能 从考试座位到洗手间 要多久的时间 那这个目的就是要让各位 一定要掌握你中间休息十分钟 那这个休息十分钟 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尤其我在第三次这次考试的时候 我真的深刻的体会 这十分钟要好好充分的运用 那到底要做什么呢 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跟前两次完全不一样的是 除了上洗手间洗脸之外 照着镜子 自己信心喊话 然后深呼吸 做一下这个伸展运动 目的就是要让自己放松 然后有清晰的头脑 可以去做 题目的一个作答的思考这样子 然后喝一点开水 那点心的话 只有带巧克力啦 然后这边再次提醒大家 中间一定要预留两分钟 让监考人员 来帮你做这个 考试系统的locking 然后还有最大一个 因为我那天其实在 呃 去这样的考场中心的时候 他第一段 那六十分钟 其实可能空调又很强 那其实我那天碰到的状况 跟我前两次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我又开始头痛 大概 做题做答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开始又头痛 然后举手 刚好监考人员可能在忙 所以其实他并没有理我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撑到这个 六十分钟结束 然后再去跟监考人员说 是不是可以调整风量 或者关闭这个空调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 一开始可能要请大家留意 因为其实我那天戴了两件外套 包含有连帽的和没有连帽的 他都不让我戴进去 然后也不能戴帽子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 要避免这个空调的因素的话 也许可以参长袖的上衣 然后接下来在考试当中呢 大家要留意就是时间的分配 那因为我们有三段 六十分钟嘛 那因为第一阶段的话 大家刚上考场一定是非常紧张 所以建议是第一段的这个时间 我们预留八十分钟来做吧 然后后面两阶段的话 就是预留十五分钟 七十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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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一个试题的检查 那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 他会发现场 他会发这个 等于是空白的试纸 然后还有你的那个白板笔 或者是像明传的话 那是纸和一般的paper 和原子笔这样子 铅笔 铅笔 然后像后面皮尔森和巨匠的话 他都是用白板笔 白板笔 还有一个小白板 那没关系 就是大家还是一样 一拿到的时候 先写一下这个数字 因为我们考试一百八十分钟 他是倒数的 所以可以写一下 就是你剩下的时间 比方说我会写一百五和七十五 他等于是提醒自己 这个因为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右上角 他都会有倒数七十的一个时间 可以看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让大家有充裕的时间 可以尽量让心情不够去调试这样子 那其实我在六月十八号考试的这个状况 就是我们刚刚讲第一段 因为其实真的冷气太强了 然后头痛 其实我那时候又很紧张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中间我出来休息十分钟 对我是非常帮助很大 就是给自己信心喊话 那还好回去继续考第二段的时候 慢慢的心情有这个放松下来 然后让自己有这个清新的头脑 所以我们讲这个清晰头脑思考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这样千万是不要去配考古题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清版的考试它是非常灵活的 那在那个题目上面的变化很多 那基本上它就是可能关键字 会跟你稍微变化一下 那其实你思考方向就都不一样 所以要懂得怎么去抓那个关键字 那比方说我会善用那个荧光笔 然后在题目的这个开头和结尾 就去做标注 那标注什么呢 一个我们在开头的时候 像我刚刚讲 每一道题目它其实都会告诉你说 哎这个现在这道题 我不要问你的 是要采用预测式的 还是要采用敏捷式的 或者是整个一小段谈下来 最后它是告诉你是用混合式的 至少你有先把这个开头的定义的方向 先确立清楚 你就不会错 然后最后结尾的部分 要很留意是你要搞清楚 题目到底要问你什么 比方说他问你说 哎接下来专案经理该怎么做 或该怎么处理 要怎么解决 其实他的重点是在问你 要怎么要找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法 就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比如我们刚讲 四个选项里面 他可能就是要你找一个最佳解 然后如果他问你是说 哎下一步该怎么做 或者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个的话就会比较像我们以前 旧版的这个PMBug这边 哎会有一个流程步骤 然后你可以按照他的行后顺序来选 这个就比较好选了 比方说哎可能我的这个投入和我的output 那这边的IO到底是要采用什么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可以好好把握 掌握他的这个范围 那另外就是多用删除线 尤其是像我们在答案选项 那四个选项里面 一看到有明显错误不合适的 你就赶快先删去 因为时间考试时间真的很有限 像我后来在18号那边考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 因为我第一段花了太多时间 因为头痛 所以已经花超过80分钟了 比我原先在模拟考的时候 自己的那个速度 其实是有点乱掉了 那第一段因为时间用太多 所以我在第二段和第三段 时间其实坦白讲是有点不够 不过我还是让自己先静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次考试至少我突破了 还好能够静下心来好好思考 所以说像比方说 可能在删去法的部分呢 以前大家会听到这个学长姐会讲 不要随便去告关 不过我发现在这次的提醒里面 有很多大家留意的 就是基本上呢 不要随便告关 它是有前提的 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在自己 像我们PM 它有被授权的一个职权的范围里面 你能决定的 当然你就不要去轻动长官 那如果不是你能决定的呢 那你这个部分呢 你可能就是一样啊 可能你不是属于 比方说功能式组织 你不可能说自己去决定 说我要的人选 那你的成员的部分 可能还是要按照就是功能经理 去跟他安排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针对你的题目 要看清楚 他问你的这个情境 是不是属于我们PM的职权内 能确定的 不要说他会问很多 包含说 可能我执行到一半 然后我们的预算呢 被删减了 被删减了 那就以前我们会直接思考说 我可能就是 还是想尽办法 尤其我们实务上 可能会想尽办法说 那我可能就 比方说用快速跟进法啊 然后我可以去增加资源啊 然后赶快把时间 这个on time to deliver 那其实这个都已经不合适了 因为基本上 在整个专案的预算 他都已经告诉你 就是已经是删减了 你也无法再去改变它 那所以像这种的选项 你就可以先把它删除 那所以等于是你在思考上面 一定要看清楚 是不是属于你职权范围的 那这个部分 要去做判断 然后另外就是像直接 在一些过度激烈的方式啊 或太无法的答案 你可以先删了 比方说像是情境 他在讲说 对新加入的成员啊 他不试任啊 然后选项里面 有一个直接换人的 那这个就可以删了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刚刚讲 有关沟通和这个 利害关系人 这边的这个 这个题目 其实出非常非常多 那所以真的要靠这个 大家有冷静的思考 那再怎么去分这两个类 后来大概有找到一些重点 就是比方说 在利害关系人 参与管理的部分呢 他在讲的重点 其实是在关系 所以你要去判断 他的情境说明里面 你问的是这个关系的问题 还是说 他是在得不到他的资讯 或者得到资讯的方法不对 那所以溝通管理的 他重点就是在那个资讯的取得 和他资讯的那个管道 比方说像我们常常有看到一些题目 他会讲有30%的一些利害关系人 他都不看每周发布的这个 专案资讯等等的 那去问该怎么改善 其实他在问的 其实就是讲 沟通管理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求大家 真的要多多留意 以上大概就是跟大家分享 从这个新旧版的一个差异 以及在整个准备的过程中的 一些点点滴滴 那谢谢大家 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听我们这边的一个过程 那最重要的是想 为什么我可以在这8个月里面 还能够持续坚持下来 其实真的是莫忘初衷 因为我常常也跟我自己的孩子讲说 我们碰到困难 还是要坚持下去 那毕竟还是 孩子讲了 我们自己要一身作则 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 等于是交代 然后最重要的是还有找回自信 那在过程当中呢 就请大家还是要做足功课 然后要有随时准备要上场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和准备 那考试当中呢 就要保持你有一个充沛的体力 以及清晰的思绪 才有办法去应付我们新版的这一些灵活的考题 这样子 那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 然后愿意能够坚持下去 那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真的在这个过程中 深刻的体会到 高九老师常讲的 最慢的路才是最快的路 那所以还是要落实长虹心房 那这个过程 还有这个方法 就真的很棒 然后所以我在这个历程上面 真的也学习了非常的多 那也非常的感动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可以有这样好的方法 那让我自己也真的有突破了 所以我那天考一次出来 然后到PNP证照的时候 非常开心 然后跟丽秀姐讲第一句话就是 我突破了 我真的是突破了 不管是体力上的 或精神上的 或是在整个人生课题上面 我真的突破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珍惜 这次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有长虹在一路的陪伴 谢谢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开始 还是要记得莫忘初衷 然后虽然大家如果也像我一样 可能有考了第二次或第三次 准备要考试的话 没关系 真的 好好的准备 然后不要放弃 然后放松先请找回你们的自信 那祝大家能够考试顺利 成功在今 好 以上谢谢大家 那我想成功的旅途上 需要大家一起这个 往目标前进 好那接下来立秀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 大家关系的这个考试的这个部分 好那刚会妹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有关于这个 从去年到今年的考试的这个差别 好那我这边该跟大家讲一下 那大家怎么样开始准备 那我发现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 常常都是先入到自己想自己对 然后有自己的这个想象 然后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都是固执 那什么叫固执就是 我觉得就是你就用你的想法在想 可是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说 新版考试到底是如何的 所以我觉得相信专业是蛮重要的 那如果你不能相信专业 你不能够信任 那在这片面这条道路上 你势必会走得非常的这个辛苦 甚至你可能没有办法拿到这个 我常讲的就是打开这个 P&P大门的这个钥匙 所以以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做 然后就是能够都可以勇往的这个 往目标前进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说明就是 刚才什么准备 好那请大家在这个你的与会者里面 帮我备注一下你现在状态 就是在你的名字前面讲 甚至考试失败加1 那你已经完成考试报名加2 那你已经完成考试缴费加3 如果你已经约考场的写4 如果你现在准备要上场了 那你写5 那我们先了解每个人状态是什么 那如果没有做的 等一下我就把你移除掉这样子 因为我只针对就是你真的很了解 你到底要做些什么的 来做这样的以下的这个说明跟分享 好那我们刚谢谢惠美的这个分享给大家 非常真实的这个宝会的经验 那常常也不会告诉大家 考试一定会成功或是一定会过关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坚定的这个信念 那在这过程中有没有学习跟收获 那你是不是可以突破自己 我觉得在惠美身上 那我们看到了建议跟这个突破 那你会发现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想要贪快 那或者是我们想要赶快完成这件事情 可是有时候我们其实真的念书 我们没有抓到那个药理 那我觉得只有两个就是真的下功夫 大家看到那个惠美的笔记 可能就会吓到就是 所以成功其实都来自于努力的 那如果还是想要用考古题过关 或是你只是想要找一条捷径来过关 那批米考试其实在新版 说真的是变简单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是失败的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按照脚步来 好那在各位上场之前 在各位的随堂考的最下方 有非常多的影片 那这个都是大家要看的 那这个都包含了一些考上学的分享 那以及这个考试重点 那我们在去年我想大家都知道三神片 那其实在今年其实也是的 风险一级变更 一样是重点 只是没有像过去考40题 可能大概也要有考个20题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看 那另外还有一些考上同学的分享 那请大家记得看 好那关于2021年的考试的主要的变化 其实对于大家来讲 其实你们缺的只有一门课 叫做总复习课程而已 其他的内容其实都在片bug里面 那今年的新版内容 其实他主要在讲人 过程跟商业环境 那人其实对应各位所学的 就是支援沟通跟关系人 所以这个大家有学过了 那在过程就是各位的十大知识 五大过程 四九子过程 那这个大家也都学过了 好那大家学了一半的是商业环境 那商业环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他在讲我们对整个这个 券局的这个概念 包含了变革 组织的变革 然后商业环境的这个变化 以及你自己的专案本身的改变 那这个对我们这个专案的这个影响 那这一块其实还蛮容易拿分数的 也蛮容易去理解 而且对专案经理非常重要 很多人专案做得很好很棒 但是你可能输入了外部的法规 比如说你盖一个房子就发现 你没有符合政府的 防保的法规等等的 那你这个就没有办法做验受 没有办法拿到许可执照等等的 所以就是新版的内容 包含人工过程跟商业环境 那这个大多数也都在 各位过去所学内容 那对大家少了是敏捷的观念 那其实在这个版本考试 纯敏捷的题目 其实也大概都包含在零点看而已 所以就是在这个版本 其实纯敏捷的题目 其实是非常少的 但是更多都是所谓的 混合式的题目 那过去我们的考试 其实是一个预测式的专案管理 就是一般人讲的 Waterfall的这个概念 所以去年的考试 我们叫做预测式的专案管理 那今年呢它就包含的敏捷 混合跟预测式 那会在哪里出现 其实人的部分就是包含的 敏捷预测式跟混合式 那当然商业环境也有一些 那这个过程大概几乎 都是整个在讲 我们所谓的预测式的部分 所以其实大家都有学过 那你现在不准就是总复习的 你们要跟大家讲的一些的重点 比如说包含的商业环境的内容 比如说包含的人的这个议题 所以大家其实只需要的 就是总复习而已 其实你也不需要再重新的上课 因为你过去就已经没有好好念了 那我也不觉得你在这个新的版本 就真的会好好念 所以其实以这个投资效益 来看跟人的这个耐心 跟耐力来看 那建议大家专注 把时间花在补墙 写笔记 然后去改变 跟调整自己的思维跟心态 我觉得比上课来得更关键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考题很棒 就是它都是各位的情境题 就是你回到食物职场上 那你跟你客户发生的问题 都是考题的内容 所以在这个版本主要在人的部分 跟商业环境这两个环节 那大家可以下载一些 会有详细的这个内容的说明 好 那就刚刚跟各位讲的 就是过去我们所学的 就是只有在PNBuck的内容 所以在PNBuck 你其实讲到人是非常少的 好 那人更多在哪里 在讲团队的运作啊 支援沟通跟关系 就是我们过去的 这个执行的过程组里面的 怎么组建团队 那怎么这个发展团队等等的 那在这里就有所谓的 敏捷的手法会进来 就是我们的Squam的这个 process跟33355的内容 好 那五大过程 就几乎都在讲的 其实主要的都还是在讲 专案管理 那当然又有Squam的这个 Event 跟这个三个角色在这里面 那商业环境 几乎大部分都是一个新的议题 所以不管在PNBuck 不管在民间里面 其实都没有看到这一块 那这是PMI新的这个内容 好 所以在这个考试的部分 对大家来讲 其实在PNBuck 东通都有了 所以你会发现 大家比较不足的地方 其实在哪里 在各位的这个商业环境而已 其实民间 我记得如果你是上去年的版本 常常都给大家PNBuck 那其实你有一本PNBuck 还有一本叫Arger Guide 所以在Arger Guide 里面其实它已经有 包含了民间的内容了 所以其实大家 其实都有这些的教材 跟资料 那你是可能没有去读 去看 去理解而已 那所以大家就 往这个方向去看 那今年最大好处就是 过去我们要被投入产出工具 那在其实在今年的版本 它其实没有 主要没有考到投入 比较多是在TT跟产出这样而已 所以对大家来讲 其实它更着重 是各种软技能的这个应用 所以这个是对大家来讲 其实是在你的教材里面 都有的内容 好 所以其实对大家来讲 简单来讲 其实你只缺了一门课 就是总复习课程 那在总复习 我们会上些什么呢 我们会帮大家上五大过程的重点 那你会发现 我们只上五大过程什么重点 就是说有整合的内容而已 那这样 我们会跟大家讲敏捷的考题 那这个敏捷考题 也出的非常的少 就是在讲整个 三三三五 就三个角色 然后包含了你的这个三个弓箭 然后三个自助 那五个会议 然后五个核心价值 其实这样就够了 那更多就是还有人的部分 就是在讲冲突啊 资源啊沟通啊 关系这个议题 那最后就是讲商业环境的内容 那整个就是针对实际考试 题目来讲 所以各位如果你学的是这个 原来的这个版本的话 其实你补这行总复习课 那其实就够了 好那成绩单也是一样就是它分成人过程跟商业环境 所以现在成绩单只有分三个而已 那如果线上考试就会拿到像这样的一个成绩单 好那其实今年更多对大家来讲 难度的地方反而在所谓的混合式的专案管理 那混合式专案管理就是包含了敏捷跟这个 传统的专案管理在这个这一块的环节 那这个就是在考试的题目中 它80%的题目都会用这个敏捷的包装 但是它的背后在考试是专案管理 所以这是大家要比较特别注意的这个地方 好那一样的在考试前 我一样都会问答这个五大过程 所以大家一样的就是原来这张五大过程图 要背得非常的熟 那另外有一张A3的大图就不需要了 因为那个其实我们主要把这个 这一张五大过程图的其实的这个发展章程 然后发展专案管理计划书 然后这个指导与执行 然后管理专案知识 然后监视专案工作跟变更跟结束专案搞清楚 其实这样就足够了 所以对大家来讲 其实你的就是内容也其实变得是相对比较少的了 好那另外如果你要学习买是学这一张 那其实这些内容其实都在各位的PMBug内容 它只是把它重新的组合跟打散 那在PMBug内容已经包含了这个150%以上的这个内容了 所以其实各位用PMBug来念 已经非常的完整跟足够了 好那这个市民节大家可能没有的地方 但是这个影片市面上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也可以下载光盖 那看你要下载2017或2020年版本都没有关系 因为基本上它的运作手法都大同小异 那只是名词上的这个调整而已 那在场这边有都有影片可以做观看 这个在第六周课程就是用实作方式来带大家 好所以影片也都给大家了 那一句觉得大家都有了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从这两个地方 总复习里面的这个补充 然后以及这个敏捷的观念 那其实敏捷的观念也上的非常的少 就是基本上只要这个是光盖 你熟了其实就够了 好那大家的工具一样的 扑克盘也不用看背面 只要看正面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四周词过程讲出来 它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它有什么内容 那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我觉得更多是心态的改变 就蛮多人在念书都还是考古提示的这个念法 什么意思就是 还是会习惯指导答案 那还是要再度跟大家讲 所有常用题库的题目都不是正式的考题 那也跟正式考题就长得不一样 那就像这个分享的就是 就是常常大家都会问 到底常用的考题比较难 还是编码的考题比较难 那基本上就好像你在问 到底僵尸比较厉害 还是吸血鬼比较厉害 那我觉得重点是你的功夫够不够 是你自己够不够厉害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请大家就是一定要扎实的 去建立各位的基本功 好那以各位来讲 其实各位都已经是结业了 那所以基本上其实如果你要切入到心板 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达真 因为各位的耐心不够 如果你在上七个礼拜的课 其实你到第五个礼拜 大概就已经没力气了 所以大家速战速决反而是最好的 但是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实力够才可以上场考试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变的这个原则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 考新版的90题一开始 那去看一下你到底是在哪一个 层级的缓成绩 然后呢你再扎实的去做这个补墙 那从这个补墙也帮大家 题目是打三四的问法 但是你再从我曾做错的题目 就可以按照过程组 知识领域来做分类 所以这个是对大家有帮 所以大家要做就是90题 然后呢 长者测验 然后再按照你的实力 往180题前进 那最后就是在 由你这个总复习去做加强 跟你的笔记去加强 那实力够就可以开始上场考试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的错题的笔记要像 惠美这样就要足够的扎实 那有点线面的这个补墙 好 那其实在新版考试 有非常多的这个重点跟整理了 那这个影片 大家应该都深情的 记得去做观看 那我觉得还是这句话 就是一定要打破考古你的心态 就是不要养成依赖答案的习惯 当你在做题目 你常常都很习惯在问教练 或是在问同学说答案要选哪一个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考古题的念法 其实正确的念法 都不会是答案选哪一个 而是这一题在考我什么观念 那这个观念有什么内容 我哪里不足了 那这个才是对的这个读法 那你有对的这个读法的时候 其实常用心法 就是可以帮助你从一个点 并确认成点 线面的这个补墙 所以什么叫考古题的迷思 就是你都只在问答案选哪一个 然后哪一个答案是对的 所以当你做到无解的题目 你就会感到慌张 你就会感到不安 那这种就是你还没有打破 考古题的这个习惯 所以这个要再度提醒大家 重点都在了解你的弱点 然后你的观念哪里不足 那重点都不是答案选什么 而是观念在考什么 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那你有这样的这个形式 其实你在读书的时候 你的方向就会对了 好 那新版考试也跟大家都讲过了 就是提醒就是 刚刚会没跟大家讲的 那敏捷包含了有一些的这个 比如说看板啊 还有敏捷的题目 大概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多 那大部分其实大概七成到八成 都是在讲PM的这个范畴 好 那复选题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它会告诉你 到底这个题目有几个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可以把它当当选 来做处理的 那敏捷对大家来讲都比较难 但是它的观念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复杂 而且各位的这个 70分就过关嘛 也就是说在这180题里面 你有54题可以错 那你发现敏捷 你才12题是几题而已啊 也就是说 这个就算你都不会 你也不会不过啊 好 所以基本上 敏捷大家就当障碍题 当加分题这样的概念就好了 那大家每个人都是填空题 只有一题而已 所以基本上 大概题型也都非常的这个清楚 好 那一样的 如果你四个小时到了 就一样会自动被强迫松出去 像我们在 有个同学是159的 他上次就有分享到 他有大概30题没有做答 但是他一样考了三个A的榜首 那也就说 重点是你的打对率有多高 不是你题目做了多少题 所以就是我们在敏捷讲的 outcome 就是到底有价值的交付 比你做了多少来得更重要 好 那解题的方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 那什么叫告官 很多人对告官这两个 其实不太清楚 那告官则就说 你常常都要去找发起人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 告官的事的题目 那这个其实答案 就可以先删掉了 那再来就是 不要看到敏捷的词汇 你就往敏捷去思考 那如果你真的有去看守 这个pnbuck内容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都还是在 专业管理生命周期里面的 那再来就是 不要看到普人士领导自我组织 那你就选敏捷答案 因为基本上 他可能是在讲领导的风格而已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都是pnbuck没有读导 所以就这种所谓的一知半解 然后你看到这个欧亚的开情这样子 所以大家真的去了解这些内容 那你就会更清楚了 好那再来就是不要看到采用square 那你就选这个答案 那其实在专案管理里面 其实pnbuck要给大家的 你会发现他在跟大家讲的 其实有点思维就是 专案管理还是比敏捷好用 所以大家在选单的时候 记得你是在考pnb考试 不是在考敏捷的考试 好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主管 来参加大力逛的这个部分 那基本上 这个主要是团队在做透明化的动作 那在做所谓的这个 资讯的这个交互的这个动作 所以都有一些这个内容可以看 那这个大家可以去看 考上学的这个分享 好那其实主要跟大家讲 在整个新版考试呢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 就是思考要敏捷 但是答案不是选敏捷 那作答就是 比较还是偏专案管理 所以大家在考试过程中 我觉得稳稳的来 五支乱振脚是蛮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 大家就是要平常心来做去做这个做答 好那刚跟大家讲了一些原则 技巧跟方法 那很多人会想问说 那到底接下来我要自己念呢 还是要重新上课 那我觉得当然 如果你想要重新上课 常也不会反对 也不会拒绝 想要多学习当然是好的 但是重点是你可不可以坚持 像我带了两个T字吗 北158跟159的旁梯 其实你会发现到现在 我们两个的班级都 几乎都考完了 都80%考上了 但是你会发现 旁梯学员到现在 还没有人上场考试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本身对于这个 你自己的这个 坚定的这个态度 跟你的这个功夫 有没有下个足够 所以 与其把战线拉长 不如好好的 往对的方法 来做这个准备 那所以大家有两个方法 就是 如果你想要速战速决 那你就维持 你原来PenBug 那把原来该念的内容 把它念熟念懂念慧 那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那你都在上总复习课程 然后来问老师一些 观念跟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好 你觉得说过去我真的也没有好好的上课啊 那我PenBug都还是白的 那我觉得我想要重新学习 那当然常常也不反对你 重新的学习再学新的内容 但是你就要多花钱 所以你要想好到底是 我要花钱花时间 还是你要用最轻量的这个方式 那基本上 不管你用哪一套教材都会考上 以目前来讲 常常的TKP课程 目前都是PenBug版本 那他们一样都陆续在考上 那甚至我们在新版考试 几乎都是所有TKP学人考上 实力版反而都没有 那其实我觉得还是在于你本身的这个态度 跟你自己有没有考上的动力 跟决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那如果你想要学这个新版的 就是我们学五个模组跟36个主题 那他的这个念法 就不再像过去的这个五大过程 十大之四的念法 而是一种比较主题式的 像敏捷式的这个学习的方式 那不管你要走的是PenBug的学习 或是新版的这个所ATV教材的学习 那大家都要有就是敏捷的知识 跟五大过程的内容 这个都要的 那我觉得不管你选哪条道路都可以考上 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决心要快速考上 那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已经足够了 那如果你有把握在一个月内 给自己这个足够的专注的这个学习 那基本上 其实你要用哪个方法都一定可以的 那所以还是跟大家讲一句话 就是理解观念比答案更关键 那有时候你慢一点点 你可能就会快一点 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成绩不够的话 那你就给自己再多一点点时间 那会比你这个上场回来的更好一些 所以请大家就是跟着常文讲 就像常文也一样啊 我们在新版考试 我们真的没有像所有的机构一样都持续开课 我们真的就真的很下心来暂停四个月不开课 不做任何的这个这个课程的运作 就是只在做研发 那你会发现我们第一棒上场就真的是3A 那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新版考试 其实绑手跟过去来讲是非常多的 大概四个学人里面就一个是绑手 也就是说所有的考题是常文都掌握得非常的这个清楚的 好那假设你已经有决心一定要考上的 那PV是你的这个目标 那你有几种方式 首先你就是自己念也可以 那你就申请系统 那这个也不用收不用钱 也不用再买任何的教材 那一样的也都是可以考上的 那第二个就是你申请旁厅就是第六周跟第七周 那为什么两周都申请 因为总复习才是你需要的 那第六周只是帮助你把这些观念 然后用实作方式来加深你的印象 那事实上在这个考试 目前敏捷考的也只是占百分之二十不到 所以其实第七周才是你的重点 那所以要上就两个都上班 就上第七周这样 好那这时候你就需要买第七周的总复习的这个讲义 那敏捷的讲义你要买或是不买都没关系 因为它都是实物的这个应用 那基本上都在光盖的内容里面 那所以就不需要 那这个就已经就可以申请 像明年就有这个很多人就申请的总复习的课程 好那这样你真的想要重新学习 好那这个就考验了你的决心 因为你会影响到人家一个小组的录取率 也会影响到教练的绩效 所以我们会要求所有要申请回训的同学 你想要上新版的同学 那请你就是全部七周重新上课 我们不受理任何独立的一周的课程旁听 那就是要请你缴一个保证金 那这个所谓的保证就是你在你考上之后完成心得 那就会把这个钱归还给你 但是要请你就是所有教材都重买 包含了官方的这个教材都需要 因为你想要重新开始就建议大家 那真的完整的重新开始 那基本上在七月开始就可以重新的申请 这个旁听的这个回训的课程的 那所以大家就需要买教材 但是我们做一个前提就是 你都要能够全程参加 然后再来就是你是要考试的 如果你的这个申请是只是来充实的 或者是增加知识的 那不好意思我们就不受理你这个旁听跟回训 因为重新的这个上课的目的就是 是要帮助你快速考上的 所以这些的内容全部都是一个申请制度 那会经过审查之后 然后会给大家这个 PM会跟大家做这个联系跟安排 好那这个主要是针对实体班的 假设是TKB的旋 就没有这样的这个服务的动作 好所以基本上大家要决心嘛 那什么叫决心就是 请你一定要先做完 PMP的考试报名的这个动作 那你就截图跟让PM 确认一下你真的已经完成了考试的预约 或是考试至少要到考试报名 这个环节里面来 好那就线上的提出申请表单 那PM就跟各位联络 因为我们常发现全申请后 之后我们找不到人 所以请大家就是主动在跟PM联络 那在既然要上了 我觉得就好好的当一个学生 所以在这过程中就请不要起假 那如果你申请是回训 如果你有一周做这个起假 不能来那就请你就是 等到你可以完整上课再学习 这样子 好那假设你是申请的是回训的 那就是七周课程都要上课 然后就把自己当一个新鲜人 全部重来 那一样的就是参加读书会 然后你会有一个新的辅导教练 会有一个新的小组 那就跟大家重新的归零的重新来过 那或者是你觉得说 我想要赶快的这个速战速决 那请大家就是可以申请这个旁听 那是不需要收任何的费用 那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部都是视讯的课程 好那就是第六周跟第七周 那比较重要的是 第七周课程是一定要上的 好那这个就不用参加读书会 也不会有新的辅导教练 但是会把各位加到一个 旁进的赖群组里面 大家互相帮忙 那考上的再来帮 还没有考上的同学 好那你需要购买什么 假设是回训的同学 那就是全部都要购买 所以其实在新版的考试场 有非常显著跟足的绩效 那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成功方程式了 那你还没有找到 所以请大家就是要相信专业 就是跟着教练的脚步来走 好那最后要给大家提醒就是 目前还是可以线上考试 所以不是只有考场一个路途 那只要在三级警戒 考场全部都开放 那只是考场只会剩下四个位置而已 好那再来就是一样的分三部分的考试 那每一个环节都可以休息 那考试就改成人过程跟商业环境 那考题就包含了单选不选跟年年看 好那我们有做非常完整的这个线上考试 SOP跟影片在各位的系统上 那建议你在线上考试之前 一定要先做过测系统 那在SOP要印出来 第三个你就是实际练习 然后把你的网路设定都测试好了之后 那你再选择这个线上考试 就可以一次过关了 好那也提醒大家就是 各位的会员到请会自动扣角 请大家记得关闭 好那在送出报名时候 请大家要注意这个Event Accommodation 这个不是住宿 这个是产障设施 所以请大家要选no 才不会不能够预约考场 好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BUM有任何的问题 那请记得用线上客服跟PM来做联系 好那考上就跟教练做这个联系 或是在跟PM免系发榜单 那考上之后很不容易拿到 请大家就去开始做这个换证的流程 好那就是写新的 好那你要不要学新版的 其实是真的可以不需要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学 那到底学些什么呢 那基本上在新版的课程 我们使用的是PMI官方授权的课程 包含立修包含所有的讲师 我们都是PMI授权合可的ATP的训练培训师 那我们才可以帮大家做这个上课的动作 好那因为取得了培训师的资格 取得了这个官方的这个授权 所以我们使用是全世界统一的这个标准的教材 叫做PMI授权的考试准备 那所以它就包含了这个五周的这个官方课程 那常有多家的敏捷跟总复习课程 好那官方课程其实它对外的售价 其实是要总共要699块美金 那假设你买官方的教材的话 跟课程的话 跟它的系统厂子 用这个公本费3,150块 你就可以取得这个系统 那基本上它里面包含了官方的题目 跟测验都在里面 那它是电子档的 所以你也不用问说 可不可以给你电子教材 因为官方的这个教材 全部都是电子的 那它包含了凡钟 英文或简钟你可以选一份这样 或是你要多买也都可以的 好那常的课程就包含前五周的官方课程 就是所谓的五大模组的课程 那再就是敏捷的第六周的课程 那它重点在10座 帮助你去理解什么 我们叫三个角色五个会议 然后敏捷的这个核心的想弓箭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敏捷十座课程里面 会教给大家的 那再就是总复习课程 那它主要是针对考试的三大领域 然后跟考试规格数是互相的呼应的 所以就是我们的总 也就是说大家不足的那一块 在总复习课程就可以帮你们补上了 那这是有关于假设你要重新归零学习 那一定要就是PMI授权 因为PMI要求只要你上的是ATV的课程 一定要购买它的合法的授权 那你的教材就会有这个像这样的 就是这个授权给谁可以使用 像这是我的这个教材 那所以每个人都一定要强制的 都需要购买官方的这个系统 假设你有上到官方的课程 那你就必须一定要买这个学习的系统 那它就可以下载学习的手册 跟你做专进的这个插尖表 那以及一些课程档案 那还有一些测验在上面跟影片 那它可以连接去到PMI 里面很多的资源跟活动 好那到底新版学什么呢 其实做在学这个五大模组 跟36个主题 那这个都公开 所以大家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个影片 就知道说到底什么是新版的这个专业 关于的学习 那它整个是以食物导向为这个做法的这个训练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 好像新版内容比较发散 其实它也不是发散 因为它就是我们在书上 这样就够把专业做起来了 所以就不再那么反复的框架 而是一个轻量的这个架构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版的这个培训 那以及大家需要的课程的一些的说明 那我想更多的关于考试细节内容 在各位选航考最下方 考上选的分享都跟大家说了 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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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